室内设计对我来说不是一种工作 而是一样可以令到我将梦想化为现实的一个方法 大家好,我是Brian 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 相比起坊间林林种种的设计风格和style 我会比较偏向注重于架构的重组和空间的重新规划 我将它称之为空间的时间感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的生活模式会随之而改变 例如融入了西方生活模式的开放式厨房 在过往的设计会偏向将空间全部独立地去驱角 但现代的设计反而会偏向注重与家人的交流 我们会将不同的空间打通,让大家方便活动 在读书的时候我看过一本书 他说室内设计就好像在设计舞台剧的舞台 而这一套剧的主角才是主角 这个哲学对我的逻辑影响非常大 我会将它解读为我所设计的屋 是为了特典户主而存在的一个建筑会 而应该过分地卷分屋主 所以我非常注重跟客人的沟通 甚至乎是他的性格,他穿衣服的风格等等 我都会纳入为我的構思里面 我甚至乎会幻想他们在我设计的家里面所活动的情况 从而去调整我的设计和灯光的设计 装修和室内设计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装修是必需品,而室内设计是奢侈品 我需要将空间线条的维和感去修正 去决定movement的流动性 整个动线的flow是不是流畅 而当去到奢侈品的层次 我认为或多或少会堂艺术有一定程度的扣裂 就好像80年代那样 你叫我做一只怪,我就会真的做一只怪 接着在上面雕龍雕火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现在你叫我做一只怪 我反而是要想尽方法 去令到你觉得这只怪不存在 其实这个正正就是生活模式的改变 我们会开始追求一些简化的生活 去将多余的装饰、多余的收饰去散强 极端一点的可能会有断捨力 而室内设计就是反映着 这种生活模式改变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的工作是思考生活和空间的关系 所以我很注重客户的参与 我会有没有做出一个符合到客户的成格 和客户的生活模式的空间 我认为每一个收入设计师 都会和客户建立到一种不同的关系 即使这个项目完结了之后 客户每一天回到家 都会提望着我所为的设计的东西 而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着住户的生活 所以每一刻我都会提醒我自己 一定要用尽全力去回应客户的位置 而很兴陷我遇到室内设计 这个表达我自己的方式 我希望我的脚步会停顿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